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各个角落响起,一名邻居站在街上大声喊,这不是演习 12岁的鲍里斯穿着内衣跟着大人逃进了防空洞 两天后他们想回家看看,发现街道已经成为了废墟,家已经找不到了 鲍里斯9月中旬,鲍里斯第一次看到了德国人 他和母亲返回防空洞的路上,一架德国飞机突然从云层里钻出来 飞行员炫耀激术式的直挺挺向地面冲下来 鲍里斯吓得不能动他,他清楚地看到了机舱里的那张脸 很年轻,带着笑容,紧接着一串机枪子弹越过他的头顶 打在前方的路面上,飞机拉高飞走了 鲍里斯吃惊还记得那个笑容 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和德国步兵的近距离接触 发生在9月中旬,一名握着手枪的,德国兵走进了他们家 他说了句什么,鲍里斯没有听动,这个人向地面开了一枪走了 母亲告诉鲍里斯德国人,应该是在警告他们 第二天早晨更多的德国兵来到防空洞周围 他们浑身尘土,但一个个身材高大,脸上泛着光泽 鲍里斯回忆他们和以后的奥运会运动员颇有些相似 德国人三五成群地走进防空洞 他们并不理会难民们的目光 自顾自地将有用的物品一件件地拿走 临走时稍微点一下头 展开全文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德军 9月顶德军下令斯大林格勒的难民 向乌克兰方向迁移 鲍里斯和母亲 妹妹住进了一个临时安置区 德国人每天准时在广场上处决犯人 有些人挂着牌子写着游击队员 有些干脆什么也不写 一天下午 鲍里斯遇到一个奇摩托车德国兵 他比划着问他愿不愿意去游泳 初秋的河水已经变了 但鲍里斯不敢拒绝这种邀请 游满永德国兵将鲍里斯送回家 并且给了他一块巧克力 一路上他说了很多话 鲍里斯只能听懂一个单词儿子 斯大林格勒金语吸到了12月中旬 安置区周围的德军越来越少 有人猜测斯大林格勒的德军打了败仗 几天后暴风雪来临 三名德军来到鲍里斯家 告诉他们明天要烧毁房子撤退 难民们可以自由选择去除 母亲哭了起来 这种天气没有房子和食物只能整死 一名德军向鲍里斯打了个手势 失忆跟他走 鲍里斯战战兢兢的 跟在跨着冲锋枪的德军身后 他们七嘴八舌的讨论着什么 经过当地乌克兰农民家鸡舍的时候 德国人停下脚步抓出一只鸡和几个鸡蛋 递给鲍里斯 鲍里斯不敢要 他知道 乌克兰人不会善罢甘休 德国人生气的把鸡和鸡蛋扔向地面 斯大林格勒金语吸鲍里斯想回家 但德国人不准 他们带着他回到了营地 有几个德国人正在房间里打扑克 更多人的在擦鞋 刮胡子 整理背包 桌子上摆满了抢来的各种食物 有鸡蛋 咸肉 香肠 地面的油纸上堆着小山一样的面包 德国人在准备撤退 但他们的样子 更像不慌不忙的准备一场晕会 带他来的德军指了指地上的面包 鲍里斯问能不能拿一些 德国人笑着用生硬的恶语说 尽管拿这些面包让鲍里斯全家撑到了苏联红军到达 鲍里斯战后参加了空军1945年 鲍里斯回到了故乡斯大林格勒 他又一次见到了德国人 但此时他们不再是征服者 而是变成了重建斯大林格勒的劳工战俘 鲍里斯发现德国人和三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们虽然沦为阶下囚 但依然保持均荣整洁 走路指高气啊 用能找到的各种油脂 让发型一丝不乱 唯一的区别他们的脸上 没有了当年的光泽 鲍里斯突然又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他报名参加了苏联空军 最终成为一个空军基地的指挥官 晚年他 回忆道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 无论进攻 撤退 投降都无法改变他们 不服输和纪律性 已经刻在他们的灵魂里 做好事和做坏事 他们都一样认真 永远不要小看德国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